今天凌晨将近一点的时候 彰华市中山路一间四层楼高的透天错轮胎行发生了火警 现场冒出大量浓烟 还造成了多人受困 消防人员赶往现场抢救 布水线来灌救 接着呢是挺进了火场救人 搜索之后 在三四楼发现了六名大人还有四名小孩 十个人都被浓烟呛伤 还好送往医院抢救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火事也在半个小时之后获得控制